我一个练习 刚刚第一个把那个member.tst这个建立 第一个 除了这个方法之外 另外你还有一个方法 可以直接从那个云端上面 我要把这个 在云端白板的下方会像member.tst 另外一个方法你可以打开它之后 直接从档案里面把它 选择下载 这边也可以下载成纯文字档 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下载完之后 这边下方就会有一个member.tst 我在质量档中显示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档案按右键复制一下 复制完之后直接在src上面按右键 把它贴上pass就可以了 也是可以啦 就是说如果你不像我刚刚建一个新的档 直接从网路上下载也是ok的 不过可能要特别小心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 将来如果说你要读取档案的话 可能要先判断一件事什么事呢 你可以把这个档案打开 预设的这个编辑器是记事本 那你会发现记事本的话 你把它选择另存新档的时候 档案里面有另存尾 那你可以稍微观察一下 这边它会有个编码方式 这个编码方式哦 如果说他预 他的这个编码方式是utl8的话 那特别主要你将来开启的时候 你就要跟他讲说哦 你的编码方式就要用utl8 的这种编码方式哦 如果你没有这个utl8来编码的话 那他无法开启哦 这可能要特别特别小心 那utl8哦 大部分呢 都是用像 比如说像google 哦 其实应该讲了 非微软 微软就是windows 或office 什么的相关程式 所产生的文件哦 大部分都会用utl8哦 绝大部分哦 那如果说呢哦 假如是用微软的相关软体 比如说像什么记事本 或者excel 或者word 或者windows里面的程式 产生的那个档案哦 他的编码方式预设就会用这个叫ansi OK哦 一般在那个 这个python里面哦 会把它取叫做cp950 或者前面我们有叫ms950 反正他其实指的是 或者另外叫什么big file 有没有 最早big file现在还在用哦 那就是微软用的 那现在主要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用微软的跟非微软的哦 他用的编码方式不一样 那会造成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啦 可能要不就是没办法开启 要不就是什么 开启之后变乱码的问题发生 OK那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要选择对的编码方式哦 像这边各位可以看到 另存心挡的时候 我先不要变动他 另存的时候他用utf8哦 所以如果他是utf8的话 那如果将来我希望做一件事情 什么是呢 就是哦 我希望呢 开启他的时候 得到将如果啦 预设是我希望可以把这里面哦 全部读进来的话 该怎么读 第二个的话呢 我如果只希望哦 读取前十个会员的 两个栏位姓名跟手机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OK所以我们可以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如何把档案读进来 第二阶段 只读前十个人 第三阶段呢 只留下姓名跟手机 所以我们分三个步骤来哦 第一个步骤 如何读取哦 这个哦 档案的部分 那其实哦 如果用刚刚的方法 你会发现哦 这个满满容易 f的嘛 等于什么 open 所以其实还蛮好气的 后面的话 刮胡啊 你又跟他讲说 双引号 给他一个字串 member member 因为档名叫member.tst 所以你给他一个什么 那个档案名称 就这个名称 第二个的话 逗点 跟他讲说 我要读取 所以模式的话 你给他r就可以了 OK 如果将来你要写的话 就w 那如果要写在后面 继续写就a a的话就append 一直往下写 那如果说 你要把里面东西print出来的话 很简单 f.read 小刮胡就可以了 意思是说 当我全部读 顺便把它列印出来 所以我就写在这里 我就不丢给一个变数 直接两行 执行 你会发现 那这个时候 他会出现一个错误 他说 你这个有点问题 什么问题呢 因为 他预设 f物件预设是用cp950的模式来开 但是他发现一个问题 我刚刚给他的这个member.txt 它是utf8 所以 特别注意 如果你后面没有加编码方式 utf8的话 那他会跟你讲说 你这个不是utf8 我没办法开启 那怎么办 逗典 后面你跟他讲说 encoding 所以编码方式就encoding 等于什么 后面跟他讲 你开档的方式 用utf8 utf 一杠8就可以了 OK 那 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加这个叙述的话 那直接执行 你会发现 OK 他就可以读取 成功了 OK encoding 那除了这个方法之外 还有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如果你想说 老师我可不可以不要加这一个 那我也可以正确的被 读进来 不要出现刚刚这个错误 其实另外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member里面的那个 编码方式 像我们刚刚不是有另存新档 你就把它存成ansi 就可以了 OK 那因为这个要开 开启那一步的话 就按右键 properties 然后这边有一个箭头 箭头的话就跑到那个 我们src的那个目录底下 我试试这个src 这个路径 就是我们现在放档案的位置 然后呢如果说我刚刚哦 假如说我不要加那一行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它改成ansi 存档哦 是 好 那其实我没有做什么事啦 我只有把它存档更改哦 那后面我一样没有加哦 你会发现执行会不会成功 诶 有没有 他就成功了 为什么 因为他预设 只要是ansi 就不用加 也会成功 但是我只是叙述一下 不过理论上很多时候 你外部进来的你不确定 那不确定怎么判断 反正独落发现那个状况 要不就是你用记事本打开 然后执行看看 那我一样把它改成UTF8 因为这个UTF8 预设的好了 我们就那一样 最好是以后都知道 encoding 这个可能也列习一下 encoding 等于什么呢 UTF8 OK 如果发生错误的话 那我们就加一下 那部分都是从Google 或Liners等等的 OK 但是问题来了 第一步 我们可以读 但是呢 它等于是50个会员全部都过来 第一步我成功了 全部读进来了 那第二步的话 我希望怎么 我不要这么多会员 我只需要什么 帮我到第10个就好了 不要读那么多 可是问题来了 那我要怎么样刚刚好 只读前10个 这个时候特别注意 如果你用read的话 就没有办法做到 如果read的话 意思说全部读进来吧 那如果全部读进来 我只要取前10个 太麻烦了 你另外一个方法 可以用就是叫什么 我刚刚有提过的 就是用readerlyse 那readerlyse 特别注意哦 那readerlyse跟read有什么最大不一样 我们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你会发现哦 他读进来之后哦 他是放在一个中瓜糊里面 第一笔资料长这样 有没有 第二笔资料长这样 有没有 前面编号是1嘛 所以是 特别注意哦 他这个串列 一定是中瓜糊开头 他的编号 第一个资料是0开始 这边是1开始 然后底下的话 当然就一直在推 可是问题来了 那我要怎么样 刚刚好 只读前面10个 特别是要 1 我们把它用readerlyse 处理 2的话呢 我先不要print它 我先把前面加一个变数名称叫list1 好了 等于什么呢 我就把现在读到的东西放在list1里面 把它放进去哦 所以这些东西都放在list1里面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要抓编号1的人 其实哦 最简单的方法就list1 的 的 哪一个就中瓜糊 假设我要把第一个人的资料抓出来 我就 里面放多少呢 放1就可以了 编号1哦 0的话是指的是第一笔资料 0开始 1的话是编号1哦 所以我把它print 你会发现 这时候print了之后谁呢 哦 1号的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要前10个会员的话 然后呢 顺便要把栏位名称抓出来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print 应该先print 0嘛 对啊 0也要 所以0 print的出来 栏位名称出来 有没有 然后再1 再2 再3 应该一直到10嘛 有没有 所以哦 当然我不是说 比较笨的方法是吧 是吧 嗯 贴上 贴上 一直贴 然后这边 012 有没有 那当然我们现在不是 这样也OK 有出 栏位名称 12 可是问题啊 我们如果比较聪明的做法 应该怎么 你就写个回圈不就好了 for i enrange 有没有 这有印象吗 然后从多少从0开始 到多少停下来呢 11嘛 因为 因为 跑到10 有没有 停下来 好 冒号一下 然后后面的话呢 记得哦 就是在这个前面一定要tap 下一阶 这个底下不用了 不用立志 好 那这边的话直接把list里面中瓜无放个多少 放个i就可以了 OK 我们来试一下 这地方执行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 看一下哦 他的栏会名称出来了 然后呢 他的前10个会员也出来了 可是呢 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为什么他这个后面多很多的换行 有没有 一个换行 其实print本身后面会带一个换行 可是为什么他要多一个换行 特别注意哦 我们刚刚有print的这个list1里面 那你会发现哦 这个list1里面哦 它后面呢 会多带一个什么 多带一个print 我现在把它再print出来 你会发现它这个 因为资料本身哦 后面会多带一个反斜线n 那反斜线n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换行 诶 那我怎么办 其实哦 跟各位讲哦 如果说你要把那个 换行部分拿掉的话 其实你可以这样 比如我抓 0 先其中一 输出的话 如果你要把这个去掉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方法叫strip strip的话就是去掉 你后面的前后的东西 我要怎么去写呢 这边哦 特别主要你可以在后面加一个什么 点什么呢 strip 小刮壶 诶 特别主要这个strip意思是说 帮我去除掉 我不要我不要的这些东西 甚至你还可以 当然你可以不加也可以加 加当然比较好 我如果说我刚才讲 你帮我把那个 如果我呢 假设我这个资料前面或后面呢 只要出现有这个东西的话 一律帮我什么样 strip掉 就帮我把它去掉的意思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在print的时候呢 就不会多一个换行 OK 这边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我把这个拿掉的话 strip 有没有 这个前后的空白就不见了 我记得 甚至你 假设你不挡 好像我印象中也是一样可以 因为你加了跟他讲说 明确跟他讲 那个我不要 那如果你不确定说你什么东西不要 他一样好像会把那些相关的控制码一样拿掉 所以不加也没关系 两个都可以啦 不过我的习惯是加一下好了 因为比较知道说我要去掉什么吧 OK 好 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取得什么 取得前十个会员 但还没有结束 第二个阶段OK了 所以刚刚两个阶段 一把资料全部读进来 可能比较要注意的是encoding 二的话呢 我要把前十个哦 所以用for i in range 主要是这个range 范围 把0到11就是取到10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还需要再变化 什么变化 我编号不要 生日不要 血型不要 只留下姓名跟手机 所以这些东西 只留下姓名跟手机的话 该怎么做 OK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切换给各位 写写看哦 你会发现程式不多啦 就这么的适行而已 请各位动手写写看吧 如果我只要前十个会员 该怎么做 再来的话呢 后面有个变化题就是 我如果只要前十个会员的两个栏位 姓名跟手机的话 那该怎么做 这边的话可能还需要用到切割的那个哦 有没有 有点像资料剖析的那个函数 可能你要把它split吧 切割 切割完之后取它的第几个 一二嘛 第二个跟第五个 那编号从零开始 所以就变成一跟四哦 OK 编号一跟编号四 把它留下来 这样子就OK了 请各位试一下哦